新北市稅捐基增处大演行动剧 透过变装来替健保卡报税宣传 虽然民众已经渐渐习惯网路报税 但大部分还是使用自然人凭证来办理 稅捐基增处希望能够透过活动 增加健保卡的报税使用率 几乎健保卡是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大家都有的凭证 那去注册完之后 就可以拿来当成一个报税的凭证 那对于我们网路的申报 其实会有帮忙 那对民众来讲就减少 他可以在家里就可以操作 可以查税可以缴税 那对民众来讲应该是非常便利的一个措施 有鉴于使用线上报税受限于电子设备 为了推广健保卡报税 新北市也和国税局合作 只要一般民众使用传统柜台报税 新北市府也会指派专员 在各税捐基增处服务 希望能够推广网路报税 新北市各国国税局分局基增所 都有健保局的人派驻 那各位来报税的时候 没有自然评证或基本评证 那可以用健保卡拿给我们 健保局派驻人员 马上办理 然后我们国税局 可以马上接着帮忙申报 因应网路医化 新北市府不定期举办活动 民众申请自然人凭证或网路注册健保卡时 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读卡机 近期也举办好礼赠送活动 希望借此推广健保卡注册报税 让更多民众享受这项便民制度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张云飞采访报导